讲量化热门单元就在你身边 本周由Heavenstone的董事会主席秦杰 介绍如何在南加州开启私人会所酒庄项目的宏大蓝图 在五六年前我们公司开始 在南加州的Tamacola这个酒箱 在做一些土地收藏来开发酒庄 酒庄度假村私人会所之类的项目 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就是一个私人会所酒庄的项目 这个项目已经开发了五六年 我们的酒已经生产出来了 而且在市面上买得到了 对已经上市了 书香坊单元由快乐书屋负责人Alice Cho 介绍热门小说《盗墓笔记》 这部小说我当时看完的时候 其实我很怕它 我觉得好恐怖 那为什么会开始去看 就因为它很出名嘛 很红嘛 我们这种人就是这样爱跟流行 爱跟风 最流行的东西不去看看 真是对不起自己 讲解慢性结肠炎的成因与治疗方式 家庭科医师吴希普 讲解慢性结肠炎的成因与治疗方式 那慢性结肠炎其实顾名思义就是 结肠发炎 然后是慢性的 就是长期的慢性结肠炎 那为什么会造成慢性结肠炎 那它有很多原因呢 那肠子发炎可以急性的 也可以是慢性的 那我们通常说的 比如说感染 比如说病毒感染啊 寄生虫感染啊 细菌感染啊 都会导致肠子发炎 还有一些是过敏 如果说你对食物的 某些食物会过敏 比如说乳糖啊 或者这个奶制品啊 或者这些东西 你都会产生过敏的话 也会有过敏性结肠炎 完整化本周六晚间八点七 新闻台首播 周日同一时间纽张 展览化本周六晚间八点七 新闻台首播 周日同一时间超时无线台 34.5频道播出 欢迎观众锁定 东森新闻团队 洛杉矶报导 请您 欢迎订阅